大家好,我是陳寗 今天我要來談談 我如果去Costco的話 一定會買的十樣東西 我知道很多人 他去Costco的時候 買東西都是 這個東西是在這裡買的 好事多出品 必俗佳作 但其實不是啦 好不好 每一家店 哪怕是蘋果 都會有出雷品的時候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 去一家店 在那裡買 一定都會是好東西 除非他能夠像我一樣 跟你說這個東西 真的是XX嚴選 而且真的是那個人有在用 像我陳寗嚴選 就是陳寗真的有在用的東西 不然的話 一家店 尤其像Costco這種 這麼大間 裡面有上萬 甚至數萬種商品的店 怎麼可能每個東西都很好呢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談談 這個到底前十大 我會買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每次去都會必買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吧 那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先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然後再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這樣才會看到我的影片 好 那就先這樣子了 做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了 Costco的商品 其實我認為 就是在裡面我會想買的東西 其實不外乎就是清潔用品跟食物 那為什麼其他的東西 我通常不太買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一來我已經有了 二來是我坦白說 在Costco買的很多的什麼 家電 或者是衣服 常常都會遇到一些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的問題 尤其是像衣服 像之前去挑那個 Levice的牛仔襯衫 沒有一件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他的便宜 可以彌補這個缺點 可是有的時候 對我們來說 有的時候 買東西真的不是錢的問題 我們只是希望可以買一個 好一點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就會比較麻煩 雖然說 Costco可以退貨 你知道 Costco其實是不給你試穿衣服的 因為他覺得你就拿回去穿了 然後穿了覺得不OK 再拿回來退就好了 可是 你知道 從台北 像我住在台北 我去Costco很遠 所以我也不希望老是退貨 所以呢 後來我就漸漸不去買那些東西 但是吃的跟用的 那種清潔用品 這倒是經過各種就是 採雷啊 然後又買啊 又採雷啊 之後我就總結出一些 我必買的東西 那我們先說 第一個就是 去乳糖牛奶 就是這種牛奶 你知道他有三種顏色 一個藍色 一個紅色 一個橘色 那我買的呢 是特別有強調去乳糖的這種 這種牛奶非常好用 因為呢 他牛奶本身其實帶有一點點的甜味 那根據他的介紹呢 是說他裡面用了什麼 特別的方法把那個乳糖分解掉了 那為什麼會說這牛奶非常好用 因為呢 第一個 我泡紅茶的時候我會用它 因為 你知道紅茶加牛奶 其實本來就很好喝了 所以我自己其實都是喝乳糖 可是 有的時候就是會那麼想要喝一下 有甜的奶茶嘛 那可是你要說 那我加那個Costco的豐糖好了 可是那樣中就是會胖啊 所以呢 直接加這種帶有甜味的牛奶 不管是咖啡也好 或者是紅茶也好 真的非常的棒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就是 我們家阿公阿嬤都乳糖不耐症 那你知道老人家一定要補充鈣質嘛 那可是他不喝牛奶 那你說補充鈣質就叫他吃鈣片 他也不吃鈣片 那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再回到一開始就是叫他喝牛奶 可是人家就是補乳糖不耐啊 那你怎麼喝牛奶呢 所以這個時候就直接給他喝這種 就是去除乳糖的牛奶 就非常好用 而且因為甜甜的 所以對老人家來說 喝起來也是蠻開心的啦 就是他可以直接喝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去乳糖牛奶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這如果去Costco的話 我必買 可是另外兩種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不太喜歡喝這種 飽酒乳的人 所以那種另外兩種味道 我就不太喜歡啦 所以牛奶的話 如果之後你有看我教學影片 會發現我們家牛奶 始終都喝鈴鳳影 因為鈴鳳影還是比較好喝一點 那你說那個 那個至於那什麼大瓶的那種牛奶 我們家就不買了 因為我不喜歡 只有這個去乳糖 因為他真的算是一個獨立商品 所以我就會買他 這個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整條的牛肩理肌 你要記得喔 是整條的牛肩理肌 就是那個在Costco買真空包裝整條的那個 為什麼我一定買那種呢 很簡單 因為呢 你知道 你如果在Costco買過整排牛肉的話 他把它上面的翻掉之後 下面呢 偶爾會有雷在裡面 那你會覺得特別的 這心情特別的感 為什麼呢 因為切好的牛肉 本來就已經比較貴了 然後呢 你又花了錢去買 他下面那個比較差的肉 當然不見得一定會有 但是呢 機率也不小喔 就是下面會藏一些比較差的肉 那這個就是看切肉那個人的心情啦 所以呢 對我來說呢 我不管是牛肩理肌也好 或者是牛肩沒有切的 或者是菲力也好 我都是直接買整條回來切 那你可能會想說 可是切牛肉不是一定要有那種專用的道具嗎 其實不用 因為你在Costco買的牛肉 它不是冷凍的 所以它買回來的時候都還軟軟的 所以你買回來之後 立刻就菜刀把它切 你可以說菲力我要吃這麼厚 像那種高級餐廳一樣這麼厚的菲力 也都可以 所以呢 你買回來自己切一切再丟冷凍庫 很簡單 以後我再跟大家分享怎麼做 但是呢 為了確保你整條肉的品質都是一致的 而且呢 你要知道 那些切好的肉 其實就是這種整條切過去的嘛 所以 它的這個保存時間又有一點影響 它本來是真空包裝 現在變成不是真空包裝 多少還是會有差 所以呢 那以我的話 我的做法就是 買整條回來自己切 然後塑膠到一個一個包好之後 丟到我的Liber冰箱 那我的Liber冰箱是零下二十度嘛 所以 肉都可以放蠻久的 我通常都是這個做法 我也不擔心吃不完 我曾經一塊肉不小心冰了半年 然後結果拿出來退冰吃 跟新買的差不多 所以 買一台好冰箱也重要 它可以幫你省很多錢 因為 你知道食材一次買多一點 都會比較便宜 可是你的冰箱不好的話 那食材快就壞了 但你買一台好一點的冰箱 那這個食材全部丟在冷凍庫慢慢吃 其實 還是省蠻多錢的 那為什麼我會推薦這牛肩里肌呢 因為牛肩里肌呢 跟菲利其實是差不多的部分 它就是插在 它有邊邊有一點筋 有一點油 然後中間一定有一條橫的筋 那這一條筋呢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處理它 所以就會覺得說 這牛肩里肌不好吃 但其實呢 那一條筋 如果說你用比如說 低溫慢烤 或者是用這個奶油淋煮 多花一點時間 它可以變得非常嫩 非常好吃 這個我們之後再來談 怎麼做 其實真的不難 要把牛肩里肌做好吃 真的不難 但它就比較考驗功夫一點 但如果說 我就是不要那塊筋 那很簡單 把它騙掉就好了 你就單是 其實吃起來跟菲利很像 當然是不一樣 但是 價格已經差一倍的話 我就覺得 平常是可以不用吃那麼好吃 到菲利是沒有關係 吃個牛肩里肌也不錯 所以 這個 整條牛肩里肌 也是我去Costco的時候 必買的東西 但那個不用每次去都買 因為買一條就可以吃蠻久的 除非你家人很多 再來 第三樣東西 就是月光米 在Costco 有一個很大包的雨藻月光米 那個米 其實換算起來 一公斤 一百多塊 其實也不會說 像你去行方三越買那種小包的月光米 那麼貴 那你知道 實際上 你去日本買這個 就是你如果住在日本的話 買米的時候其實是沒有那麼貴的 當然日本有很貴很貴的米 但是 普遍 這個跟我們可以接受的價格的水準 就很好吃了 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但是日本年米 都會比我們的乾淨的多 台灣哪怕 那個CNS一等米 裡面都還是會有一些碎米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 很不好的行為 因為你一等米就不該要有碎米 可是你怎麼還會有碎米 還敢自己叫一等呢 我記得之前曾經抓過一次 然後那段時間就 這種有碎米的一等米就消聲匿跡 但是現在又開始出現 所以每次買米 我都在那邊看很久 就覺得很煩 後來呢 我就買這個 雨藻月光米 發現 雖然它是貴了點 可是就不太會發生 我說裡面還有碎米的情況 那碎米呢 就是白飯難吃的根源 所以如果可以買到這種完全沒有碎米的米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另外還有一個也很好吃 可是Costco沒賣 就是台南厚必鄉的米 但是因為買上來就是 怎麼講 感覺比較麻煩 每次去Costco就順便提一包回來 所以買它呢 除了它是還蠻好吃的米之外 最大最大的因素就是因為 它的水準是穩定的 它不會說你今天買這樣子 下次買又怎麼樣 就是買那個米的最大好處 就是它的品質很穩定 隨時去買都是那個樣子 不可以說它是最好吃 但是還不錯 以我這個愛吃白飯的人來說 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每次覺得說都會買它的米 好再來第四樣 第四樣這個東西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用到啦 它是Coclan 就是Costco自由品牌的起司 這個焗烤起司條 什麼是焗烤起司條 就是你去吃焗烤的時候 上面不是有起司嗎 那那個是用一種切的碎碎的 混合的起司 它是兩種起司 橘色跟黃色兩種起司 把它放在一起就什麼切打起司 但是呢 你不管買哪一家起司 都是這種混合的 那為什麼特別推薦 可可人的 其實是因為 可可人的比較便宜 你如果去買那個安家 你會發現很大一包 但是不 不大包 但是價格呢 就跟可可人的差不多 那你說可可人 它會不會因為便宜 就比較難吃 不會啊 其實吃起來差不多的 有的時候我都懷疑呢 這個安家呢 會不會是可可人代工的 我就覺得吃起來差不多 可是可可人的就便宜很多 那你不用擔心說買了太大包會吃不完 因為這種東西你買回來 這就把它丟在冷凍庫 要用的時候呢 拿出來敲一敲 那它就會散開嘛 那散開之後你再把那些散開的灑在那個 你要焗烤的飯啊 或者是麵上面就可以了 而且它很好用 就是它不只是可以用在焗烤 如果你今天煮粥 有的時候像以前小時候啊 如果我感冒 然後感冒會胃口不好嘛 那可是媽媽又想要我補充一點熱量 那它就會煮粥 可是煮粥 我很討厭吃粥 因為粥沒什麼味道 它就會在裡面撒這種起司 那起司啊 煮起來就會非常香濃粘稠啊 吃起來就像燉飯一樣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東西 所以它真的很好用 不管是你要單純的焗烤飯 焗烤麵啊 或者是你買那個Costco的薯餅啊 上面撒一些起司 然後放到 也不用放到烤箱喔 放在平底鍋裡面烘一下 真的是很好吃耶 如果半夜看這影片 你就會覺得 真的好想吃一下 然後 或者是煮粥的時候 給它撒一點啊 這個 所以說 Costco的這個起司 真的是很好用的東西 因為它很便宜 然後 你又不會壞 你放在冷凍庫都不會壞 如果你放在冷凍庫還會壞 那就是你家該換冰箱了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這東西吃得非常容易胖 所以呢 適可兒子就好了 偶爾吃吃 不要天天吃 天天吃你一定會變很怕 好 再來 第五樣東西 剛剛講了兩種東西 一個這個 QC的起司 還有這個牛煎餅 這兩個東西啊 都是在烹調過程 會讓你的鍋子跟碗 都變得非常非常油的東西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哇這很難洗 我才不要做 其實很多人他對料理是有興趣 但是他對洗碗是沒興趣 那這個時候呢 Costco那個Bolge的洗碗精 買一台回去就解決了問題 但很多人家裡裝不下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有好的洗碗精 那這個洗碗精呢 就是我說的 第五樣產品 Costco我必買的 就是Joy的洗碗精 我用過非常多的洗碗精 從國外的到國內的我都用過 那洗碗精 總結一個該選什麼呢 就兩個 第一個洗淨力很強 第二個非常容易洗乾淨 台灣也有這種非常容易 洗乾淨是非常容易 可是你要把它 把它沖乾淨卻很難的 就是那個水晶肥皂 它的那個洗淨力真的很強 可是每次要把它沖乾淨的時候 就沖好久 沖了半天它還是摸起來 還是滑滑的 可是這個Joy的洗碗精 就不一樣了 它的洗淨力很強 網路上還有說濃縮 你要把它稀釋之後更好 但其實我覺得不用 你就拿菜瓜布 那個3M的那個塑膠的菜瓜布 有一個黃色的 給它擠在上面 搓一搓搓出泡泡之後 然後你的碗直接刷 哇這真的是都洗起來乾淨 可是呢 像我剛剛講的那種很油的碗 我會建議大家用熱水洗 所以如果你家正在裝修的話 一定要記得 廚房的這個洗手槽 一定要有熱水 如果沒有熱水 那就裝一個 除下式的極熱熱水器 有熱水洗碗 我跟你講 這個洗碗精可以用很久 我媽媽說 那個洗碗精 一下就用完了 我說那是因為家裡沒有熱水 如果你家裡有熱水 像我剛剛說的那個牛排的盤子很油 那個根本不用刷 你直接用那個熱水 沖一沖那個油 就全部都沖掉了 剩下再用洗碗精稍微抹一下 那記得一定要抹 要不然會有超油 那個油還是會沒有洗到的 所以呢 你如果有熱水 再加這個就一洗碗精 哇 你家碗絕對都超乾淨的 當然啦 如果沒熱水的話 也是還可以啦 他的洗精力還是比其他強 但是如果你要好 就是有熱水 這樣是最好的 那前面這五個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Costco必買十樣商品的前五項 那剩下五項 我們之後再來談啦 那在結束之前 請記得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你有推薦 陳寗你一定要玩玩看 你怎麼會沒有提到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好東西被我錯過了 那最後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大家再見 掰掰